剧本草根目记载,绿豆气味干含,无毒,解一切药草,坚实诸毒,意思是说,绿豆能解药中筋,实,冰霜,草木诸毒。 绿豆含有多种维生素,钙,磷,铁等矿物质,具有消肿铜器,清热解毒,排毒美肤,抗过敏等功能。 绿豆作用,一清热降火,消暑,绿豆的清热这里在皮,煮汤时将绿豆淘尽,用大火煮沸,十分钟左右即可,注意不要有煮汤效清澈,只是喝汤即可达到作用。 在夏天,可以用绿豆煮汤来清暑一气,止渴利尿,防重暑作用建议加入其他食材如金银花,效果更佳。 二清热解毒,绿豆的解毒职工在内,如何是为了清热解毒? 虚豆子煮烂,汤色的浑浊,消暑效果较差,但清热解毒作用更强。 绿豆所含物质会与有机柠檬药、孔、生、鲜花和物,结合形成沉淀物,使之减少或失去毒性,并不易被未尝到吸收。 现在要理研究也表明了,绿豆对葡萄球菌,以及某些病毒具有抑制、作用。 三降血脂,降打固醇作用。 绿豆中含有的植物栽醇结构与胆固醇相似,两者静静止化酶,使之不能止化而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。 另一,对血脂可以进行水解,所以具有降血脂、降打固醇的作用。 四醋代谢,增食欲。 绿豆里面还含有丰富的生物质和香豆素的生理活性物质,所以绿豆汤对于我们的新肠代谢有良好的促进作用,并可以兴奋神经,增进食欲。 五,消炎消肿,绿豆汤能够促进吞噬功能,除湿利尿,从而可以消炎消肿。 六,抗过敏,有一定的抗过敏功效,容易过敏的人群,平时喝些绿豆汤,除原理过敏源以外,对过敏症状有一些缓解效果。 绿豆汤食用须知注意事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